hello大家欢迎回来 那今天的依旧想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韩国女装的一个开箱 那我们就赶紧废话不多说 因为今天还是有10家件 那每件的都是我的新头好 然后上一次呢 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毛衣 这毛衣已经成为我最近的一个新头好了 然后它呢是这种就是带麻花编织的 就真的超级美 而且这个颜色主要是特别的显人白 然后这边呢 它是做一点小垫肩的感觉 所以就真的超级简灵的 就这款的话就整体是一个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款式 下面呢还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件毛衣 这个的话我之前其实有拍过照片 我自己非常喜欢它的拼色 而且像这种菱格纹就非常的戳我 因为这个红色啊 它是有点发早红色 然后它拼的是这种蓝紫色系 以及这种有一点米色的感觉 就整体这件衣服就超级有氛围感 我觉得就正好留在生诞的时候来穿 这件的话也是属于那种 特别提气色的毛衣 真的很好看 再下面一件呢 就是我视频封面的这一件 然后它呢 我管它叫小丑猴 这个颜色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是韩国啊 其实做很多这种非常夸张图案的这种毛衣 其实韩国做的都非常的擅长 它是一个这种比较大的版型 做成了有一点点像夹克的那个感觉 还有一个这种小的圆领子 如果说刚刚那件是给附加千金穿的毛衣 那这件的话上身真的就是超级可爱 又简龄的那种韩国小妹妹的感觉 这种粗线的毛衣呢 就会觉得你整个人非常的有氛围感 然后这款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夹克外套来穿 如果再冷一点点的话 就配一个小高领的白色打底就可以 每粉色拼了一个这样子的粉色 我觉得就超好看的 就这一件真的是我本年度最爱 下面呢是一款卫衣的分享 就这个是超级可爱的 这种小熊超人 然后你看它配色简直就是太好看了 就这个灰色它会显得我们的皮肤 也是很白净通透的那种灰色 很多灰色如果你买不对的话 是会显得我们皮肤是有一点点暗沉的感觉 像这一款 这个颜色就完全不会 其次就是这个小熊 它配色啊 包括它的这个铜趣感 真的是太可爱了 然后下面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这种 蕾丝刺绣的小衫 它非常精致超级好看的 这种小衫呢 它就属于那种又凉快又有氛围感 我非常喜欢它上面的这个刺绣 它的刺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刺绣 都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又看一看是不是真的超级精致的 就整个人感觉都气质变好了很多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细节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米色的打底 因为这个米色的打底 它就会显得我们皮肤非常的通透 其次呢就是这个小领子 你们看一下 它真的做的功非常精致 然后整体也是不透的 我里面其实穿了一个肉色的bra 就可以完全不需要再穿其他的打底 然后呢这个胳膊上也是非常的透气 还有蕾丝 然后前面的地方也是做这种 有点小褶皱的一个设计 然后前面的这个小扣子呢 假如说你们不喜欢这种小高领的话 就把这个小扣子打开穿也是可以的 它下面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屁股的地方 然后这件外套 其实我在视频里面 大概已经分享了有至少三次不止了 有的时候会曝光过度 但是这一件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看 我来给你们稍微穿一下 我觉得穿上的话也是就是超级好看的 然后就黑色嘛 非常的百搭 你看这两件搭在一起的话 你基本上可以hold住任何场合了 两件万能的百搭单品走在一起 就简直就是绝 下面呢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件 这件的话我大概也是给大家推荐过 至少四五六七遍了 然后它呢是一个这种西装版型的 一个黑白色小悄风的外套 假如说你们是喜欢这种白色领子的呢 就这件一定要避眼入都不会有错 看一下这件它上身就是这个效果的 它是那种非常薄的西服面料 但是它的黑白拼色真的是非常的经典 然后尤其这个小领子 它还是有弧度的那种 胳膊在运动的时候也不会很受限 就这件衣服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存在 而且它又是一个黑白拼 那我之所以给大家讲这件衣服呢 是因为有很多人问我这件衣服该如何去搭 那我现在找到了一个百搭圣品 就是这个刺绣小商 真的是就是搭什么都很好看的那种 然后像这两件放在一起也是好看的 然后再下面这一件也是一个超级好看的款式 然后这件的话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一个提花的这种小上衣 然后做了一个短袖 这边有一点点泡泡袖的设计 它每一个这个细节都做的超级无敌的好 而且它这个袖口的部分是这种蕾丝 上面带这种小绒绒的设计 就整体穿起来就很漂亮 感受一下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是这个黑色的提花 加上这个黄色 它就会给你一种富贵的感觉 然后其次呢 它这个泡泡袖 加上这个小的领边 又有一种就是小巧思 然后整件衣服呢 假如说你下面穿一个那种黑色的长裙的话 就会非常的高贵 然后直接就去一些重要的场合 就完全没有问题 每一次穿这件衣服啊 我都会觉得我的颜值好 因为这件衣服提高了很多 再下面这件呢 也是一个新的款式 然后它是一个 我看照片就非常喜欢的上衣 它就非常的有那种氛围感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透透的感觉嘛 所以我当时想的是 这件衣服也可以把它当做那种 夏天的防晒身来穿 它的这个拼色啊 做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它这个袖子上面的这些蕾丝 包括它的这个打底 就是你单穿就完全不会扎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小的垫肩 就真的超级可爱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上衣来穿 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外套来穿 真的是太好看了 一点点那种小唇玉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真的是太会买了 OK那今天的分享就全部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韩国女装 别忘了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